斯里兰卡目前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在今天他们的总理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呢 西部的省份包括首都可伦坡 全面实施宵禁 你就知道有多惨 你想想看 地表上这个国家 整个国家破产 总统落跑 没有这个油 小孩子没有办法上学 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粮食 然后呢也没有药物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生病 千万不要开刀 医院里面没有药物 有医生也没有用 斯里兰卡总统落跑 最惊人的官邸 留下了满屋全新的现金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影片 因为这个总统逃了嘛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要去小鹰的官邸参观 你去参观过吗 很困难嘛 这个总统跑了 这个人民也不客气 涌到了总统官邸里面 就发现 哇总统的床好舒服 好大 上去跳一跳坐一坐 哇总统的游泳池 好棒 跳下去游一游 你知道这个总统的官邸 现在每天人山人海 总统官邸就是我家 欢迎大家来做客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你一座为座 斯里兰卡总统府内 民众肆无忌惮 争先恐后 在总统宝座上 排队当总统 学总统握手致意 还开心拍影片留念 总统府成了游乐场 不仅如此 民众大声欢呼 游泳健身爬屋顶 一样样列起反常行进示威 民众更放话 总统要赶回归 第一时间就要将他提出家门 不仅总统府总统官邸也遭占领 大排长龙的民众在官邸弹起钢琴 席地而坐 如野餐般悠闲 排队领午餐 斯里兰坎宣告破产石油瓦斯等燃料匮乏 居然者只能剪木材在街头煮饭 再将食物分发给其他疾困居民 民众愤慨不语 只骂总统见机就逃 斯里兰坎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在13号宣布正式辞职下台 并于凌晨搭乘军机离境落跑前往马尔地夫 据CNN报道 总统在两天前就已经想潜逃海外 甚至派助理取得15本护照 但在机场一度因为不肯亲自露面办理登机 出境受阻 领袖逃避责任也迫使国会在第一时间采取禁忌措施 国会日记在20号选出新总统 盼望民众抗议能尽快平息 整顿政府已早已应对粮食燃料短缺以及物价高涨等严重经济破产危机 记者陈尼森报道 整个国家破产 整个国家破产 总统跑掉了 这是斯里兰卡民众的真实的日常 为了得到这个燃料跟煤气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被迫要缩衣结实 没有东西吃 然后呢要争夺这些药物 特别就是救命的药物 下一步在哪里不知道 因为总统跑掉了 这个总理的驻展呢也遭到这个民众烧毁 我先让凯翔看一下 你怎么看在刚刚那段影片 大家看起来是觉得很怎么讲很不可思议很离奇 但那就是人民苦中作乐的方法嘛 也不会很离奇啊 这其实在国际上过去也发现过好几次 像海山倒台的时候 它的那个宫殿我忘记叫什么宫了 然后也是被人家冲进去 然后在那边就在享受 还有像是这个格达费被赶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画面出现 那其实我觉得斯里兰卡这件事情啊 然后它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层面 那包括像是像是我们常常跟大家讲说啊台湾就是一个在这个中美之间啊必须要 其实是尽量能够左右逢源 但斯里兰卡现在有点玩过头了 它动不动一方面一下亲中一下亲印度一下又亲西方 然后玩到玩到玩到点过头了之后 其实我在这波新闻当中 其实我最想关注我最好奇的是一件事情 然后呢就我们在做功课说斯里兰卡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今天走到今天这一步包括粮食都缺了 现在可能最迫切的是粮食的缺乏的问题 然后就来讲说什么美国总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突然出来讲说 这在怪俄罗斯啊 对 怪俄罗斯啊 有没有 俄罗斯限制了乌克兰的谷物 但是乌克兰是种小麦的 斯里兰卡是吃米的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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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 没有米可以吃面包啊 不管啊 斯里兰卡的它的地理位置它的主食是稻米 然后呢乌克兰现在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 然后导致不能出口的谷物是小麦耶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这些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刚刚的韩兵哥讲的一点都没错 这个世界越来越奇怪 就是很多人他已经不用正常的正常的尝试知识 然后或是用常理去看待我们所发生的什么事情 就是出一张嘴 然后信口开合 胡说八道一个状况 像斯里兰卡这个这个 他自己他自己现在面临粮荒的问题 其实这个总统过去在一段时间里面 他其实被批评是什么 他说他要跟着西方搞有机农业 然后禁止这个什么化学肥料进口 然后所以他的这个很多很多农田 就因此而荒废了 我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 当然斯里兰卡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 治理很成功的国家 然后他会发生很多荒腔走板光怪露鱼的事情 好像也不是很很稀罕 或是会让太阳的意外 我就不由得回头来想说 我们台湾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我们在很多事情比如说能源政策的时候 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根据事实 不讲究科学的方式来推动 我真的很担心这状况 会不会有着一直发生在台湾 然后我们总统拍拍屁股坐飞机就跑了 凯翔你讲出了大家心中 都在想的那件事好不好 其实我们做这一题就是大家看了以后 本能性的这个西反射的一个想法 就是跟凯翔刚刚讲的一样 不会吧 我们台湾不会有一天变这样吧 因为之前你看到阿富汗嘛 对不对 阿富汗总统也是第一时间落跑啊 有没有 当时乘坐据说还载满现金的逃难车 然后这个直升机啊 钱多到还会从上面掉下来等等啊 那斯里兰卡呢 现在已经进入紧急状况 确实非常可怕 总统的住宅刚刚大家看到嘛 民众在里面开趴啊 好乐啊 从空中俯瞰 你就看到游泳池好大 大家像下水脚一样 一个一个跳下去 总统逃亡 然后呢 这个总统带着太太啊 保镖啊 四个人等等啊 搭乘军机离开 去了马尔地夫 马尔地夫呢 只是中继站 还要再转往第三国 然后最小的弟弟呢 有美国护照 前往美国 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非常非常的惊险 差点飞不了啊 然后这个法新社的报道 说这个总统落跑之后呢 在官邸里面发现了 这个卢比的现钞 1785万 但事实上 折合美金 大概只有五万块钱了 应该是 都差不多带走了 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多 但是还好 那当然另一头呢 之前大家都在说嘛 特别是我们看到 绿媒也好啊 美国也说啊 斯里兰卡的破产怎样 都是中国大陆害的 都是一带一路害的 对不对 导致债务高竹啊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中国的这个债务 中国的债务 事实上只占斯里兰卡 债务的10% 只有10% 那斯里兰卡呢 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刚刚凯翔讲了一些啊 就在政治上来讲啊 他也是左右逢源 东想沾一点 西想沾一点 但重点是 不讲诚信 他想要割韭菜 割谁的韭菜 割中国大陆的韭菜啊 大陆去帮他基建 借了一些钱 但他觉得这是个大韭菜啊 割掉付出代价 事实上呢 现在很多人觉得 你中国大陆不是 这个野心很强吗 对不对啊 这些国家 你都希望透过基建啊 把他拉到 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来 那以中国大陆的财力来讲 要救斯里兰卡 不是那么困难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见死不救呢 韩冰你怎么看 这个不是中国大陆 见死不救的问题 因为斯里兰卡 除了他负债累累之外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他整个政权 是贪污腐败的 他把钱都乱花花掉了 他过去这几十年来 左右逢源的东西 不是去增加 国内真正的建设 不是去改善 他的经济体质 不是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而是都给这些权贵 一个一个花掉了 才会造成这样 在台高足 不然的话 他好歹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贪得不要那么过分 他把一部分拿去 改善斯里兰卡人民的生活 今天不会演变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就是 他们以为他们那个杠杆 一直可以玩得很好 反正我就是跟中国借 中国不借 我就跟世界营养借 中国世界营养不借 我就站在地跟谁借 然后反正你就每一次都站在一边 然后就想把钱就来了 可是他没有预料到新冠肺炎 这两年来 造成很多国家已经不太愿意借钱 而且他的还战能力也被大幅削弱 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了无二战争 就击垮他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 再去玩那个杠杆 其实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就是斯里兰卡 这个政权的 这个诈骗集团终于倒台了 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就是一群老鼠会 就是这样 他终于被抓了 终于倒台落跑了 那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斯里兰卡人 不要只是想把他赶走而已 应该把这个人抓回来受损 因为我觉得这种一定要神之以法 不然的话 你怎么知道20号选出来 会不会又跟他一样 这个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然后我最后想讲一个就是 好像南亚这边的事物都很一群人跑到火车顶屋顶上面去 你看那个 航空上 那个屋顶爬上去还挺危险的 一堆人觉得那上面 在画面当中 真的好多人 对 我觉得那个 那个真的在提醒我们一下 你看看这个游泳器有没有 对啊 从空中这样跳下去 大家玩得很开心啊 那个屋顶上面的设计 总装都准备好了 应该是不可以站那么多人 你那么多人在那个屋顶上 真的可能会跑下去 因为印度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 对 我真的拜托他们不要这样做 自己的生命安全是比较重要 这个凯翔你来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画面 我觉得来导播放一下中间这个画面给我们看 对你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有没有 他是这个不同的角度拍 这个总统的官体真的是好大 看起来金币辉煌 但是一下子涌入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民众 每个人进来都是刘姥姥进大官员的概念 有没有 就是哇好不容易可以来 然后你看泳衣泳裤都有戴着 对不对 你来的时候还记得把这个泳裤带来 大家都有备而来 这次要评论以体育的角色来评论 因为他们翻墙的游泳 我就想问你一下 你刚刚特别讲到一个重点 不要我们台湾哪天也会这样 大家会冲进去官邸吗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这几年很多的乱象 延续刚刚讲的 很多的乱象都来自于说 我们越来越多 就是在拿价值这件事情 然后取代一切的科学跟尝试 还有知识跟很多大自然的法则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像前面刚刚讲到的 说斯里兰卡 你粮食本身就很有问题 供给就有问题了 结果你的不知道是出于贪污 还是出于说你的一厢情愿 结果你去禁止化肥进口 说我这个国家要开发有机农业 当然背后有一些西方势力 然后再鼓吹 因为西方势力很喜欢用价值这件事情 把自己绑手绑脚 翻石头砸自己脚 比如说什么呢 像是说前阵子不是G7指控说 中国大陆都靠这个基建 然后去各国 然后造成人家的债务 然后侵入他们的干涉 他们的内政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要扩大基建 但其实西方世界 其实也不是没有在很多世界地方 去做什么投资或基建 但他们投资的往往都是些什么 太阳能板 在非洲盖太阳能电厂 什么之类这样子的 那并不是当地国家所需的 所以自然而然会被中国大陆 跟当地合作的结合的 提供人家需要的基建 这样子的合作模式给淘汰掉 这是一个 那其次就像是乌克兰战争 打到现在也是一样 拜登为什么要跑去中东 去请中东征采 你附近有一个委内瑞 但是因为你自己跟他搞不好 你连美洲峰会都不让人家来 所以他无法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你自己在国内 有这么多油业盐可以开采 但是因为你的环保价值 所以当他在你国家需要的时候 你也不能动 因为特别是民主党 他有很多的左派环保人士 是他最核心的支持者 所以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 你也动不了 你不能多开采那些油 会抵触环保价值 所以整个世界就变得很荒谬 因为大家彼此人跟人之间 或是国家跟国家之间 民族跟民族之间互动 那彼此是不了解的 可是总会有一些道理是存在的 那也许是科学 也许是道德 也许是规则 那现在这些所有规则都被打破 都为了你心中那一个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价值 然后像是 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 在这边讨论G7的峰会 然后结果结束之后发生什么事 德国现在回去跟自己的人民讲出什么 这个燃气可能不够 这个燃气真的可能不够 老年人可能比较不行 这个如果遇到入冬的时候 老年人要比年轻人 这个温度要调高两度 年轻人没关系 穿两件毛衣 上下楼跑一跑 可以暖起来 把燃气留给老人家用什么之类的 这是德国耶 德国为了要去跟着美国去制裁俄罗斯 搞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那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都不晓得台湾到现在还在反核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到底是为什么原因 现在我昨天看到一个数据 LNG船全世界前四大 需要用LNG船 运送天然气的国家 前五大 前四名 前四名都在近期之内宣布说 我要扩大核电的使用 台湾呢 台湾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它已经用这么多天然气 这些国家都说要用更多的核电 只有我们 我们还在坚持说 不行就是要这样子 这是一种价值 这是一种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的骄傲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我真的很担心 不要讲说是什么战争或什么的 有一天台湾真的走到那一天 是我们 如果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现在断电没冷气吹 我就走上街头了 拜托 因为外面还比较凉快 这怎么受得了呢 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执政者你的作为 第一个你不帮人民想 第二个你不站在科学角度思考事情 甚至不站在知识面上面思考事情 你纯粹只是一厢情愿 斯里坦卡就是一个借禁 好 但我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没有这么快的解决 因为它是整个国家破产的骨牌效应 现在其他最可能爆发债务违约的十个国家 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排第八位 第一名包括萨尔瓦多 加纳 图尼西亚 巴基斯坦 埃及 肯亚 阿根廷 乌克兰 巴林 纳米比亚 所以整个联动效应 在过去六个月 新兴国家主权债务被列为不良的国家 已经增加到19个国家 涵盖面积 涵盖人口大概有9亿左右 那新兴市场的主权 这个债务权的这个指数 今年也暴跌了20% 超越了金融海啸全年的跌幅 新兴国家的这个累积债务的规模 也已经达到了1.4兆美元 预估这些金额跟数字 都会还会在持续扩大当中 我们也持续关注 如果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 海皇XO干贝账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贵的价格了